冬天的枣养鱼的宝 简单省心少花钱 明白养鱼少受骗 这里是东归先生的古法养鱼频道 本期视频来说说 让很多粉丝朋友囊火的 冬天古法养鱼报枣问题 特别是私枣问题 争取一个视频 把鱼缸枣枣问题讲透 东归先生首先来说结论 鱼缸生枣是自然科学现象 不长枣的鱼缸养不好鱼 单纯除枣都是治标不治本 你和养好鱼之间只差一个枣的距离 第一鱼缸冬季暴枣是自然现象 不长枣才是不正常 论冬季鱼缸暴枣 有多少人能比得过冬归先生的鱼缸 看看这个缸你们比得过吗 还有这个缸 谁膏里的丝绒枣能比它多 这么多枣你看冬归先生慌了吗 对于古法养鱼来说 冬季暴枣是在正常不过的现象 现在大家看到的视频 是外面湖边的石头 凡是浸墨水中的部分 全都戴上了绿年帽 不买了丝枣 而在它旁边黑乎乎的那片水草 是生长停滞 越冬的苦草 看见了没 连大自然这种天然大鱼缸 都逃不过暴枣的命运 何况是我们家里的鱼缸呢 有枣特别是有丝枣 很正常 因为自然界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自然规律 你在牛叉还能牛得过老天爷 那么冬季为何容易暴枣呢 第二 古法鱼缸冬季暴枣原因 不论春夏秋冬 暴枣的根本原因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水中氨氮 消氮 亚硝酸盐等等 这些营养性污染物含量过多 作为火山石古法生态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季节现象 那就是春夏秋三季 同样的钢 有枣但很少 到了冬季就狂暴枣 难道其他三季缸里没有营养性污染物 只有冬季才有 当然不是 只要钢里养育 污染物任何季节都有 然而 春夏秋三季水纹高 钢里的水草植物生长旺盛 氨氮 但消氮这些营养性污染物 绝大多数都被水草吸收了 留给藻的营养物质就少了 各种藻自然就爆发不起来 但到了冬季就不同了 水草要么冻死 要么生长停滞 没有办法吸收污染物了 就只能留给藻了 营养物质充足 藻自然就爆发了 冬归先生的这个钢 之所以长满了丝藻 主要原因是原先曝钢的苦草 因为塞满钢 被冬归先生薅出去了 钢里没有了净水植物 藻就出来了 这个钢里只有一层小水栏 冬天不生长 营养物质没处吸收 自然就只能促生大量的藻 钢里营养污染物 是早爆发的根本原因 营养物质少早就少 营养物质多早就要爆发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原因 有人说不对啊 光照条件呢 光照只影响早爆发的种类 改变不了是否爆藻的事实 如果钢里留给藻的营养物质少 不管光照条件如何 藻都不会多 如果钢里营养物质多 那么不论光照条件如何 都会爆藻 就是光照条件若爆的是鹤藻 而光照条件好 爆的是绿藻和各种丝藻 第三要不要除灶 冬季鱼钢藻类爆发的根本原因 是钢里水草植物吸收污染物的能力 因水温低而降低或停滞 导致钢里污染物越积累越多 藻不得不过来就场 参与吸收污染物避免水质恶化 藻实际是大自然安排的冬季净水器 所以不分原由 什么紫外线灯沙藻 乌二全除藻 其实都是错误的做法 是不是要除藻 主要看钢里的污染物有没有办法处理 能处理 比如经常换水降低污染物浓度 使用加热棒提升水温 促进水草生长 或者钢里在种了低温下 也能生长旺盛的水草 这样水草能大量吸收污染物 这时就可以选择除藻 如果钢里的污染物没有办法及时处理 贸然除藻就是错误的做法 藻除了谁来吸收钢里的污染物 就是为了所谓没有藻的好看 然后等着水质恶化 鱼虾死亡吗 冬季的藻很多时候都是不除更好 至少是不能全除了 在氨淡和藻之间 我们正常应该选藻而不是氨淡 东归先生的这个拖把持金鱼钢 钢壁都是赫藻 但东归先生从没擦过 原因就是这是钢里唯一吸收污染物的 擦了它自己每天换水或等着于死 这两者东归先生都不会选 所以就只能留着赫藻 除不除藻 要看钢里污染物有没有办法处理 控制钢里营养性污染物才是根本 否则任何除藻方法都是暂时的 甚至是徒劳的 只要营养物质充足 藻就会不断爆发 第四除藻方法 治本的方法是控制营养物质 对于纯骨法钢 有过滤无水草植物的钢 主要就是通过经常换水 来认为降低水中污染物浓度 而对于沼泽植物过滤钢和火山石骨法生态钢 则是通过种植尽可能多的素生水草植物 来大量吸收污染物 让藻没有爆发的物质基础 控制营养物质是治本 其他所有的除藻方法都是治标 这些治标方法主要有 一、紫外线灯沙藻、悬浮藻 除滤水常用 配合过滤器使用 二、药物除藻 如污二全消毒液除藻 前面这两个冬归先生都没有用过 以后也不打算去用 三、手工除藻 主要是利用刮藻片、牙刷、硬质卡片等工具 擦掉钢壁或石头表面上的赫藻、滤藻等藻 利用牙刷、筷子等工具 旋转缠绕 或直接用手扯出丝藻 当然更直接的 直接翻钢 也是一种典型的手工除藻方法 四、控光除藻 赫藻生存能力强 无论强光弱光下都能出现 所以开钢初期就算是一直24小时光照 也容易出现赫藻 而极端弱光下 其他藻类都不能生存 赫藻可以 绿藻和各种丝藻 主要在光照强度高时间长时出现 所以控制开灯时间 能抑制绿藻丝藻爆发 极端情况下 如钢里无水草 也可以采取氧气泵加长期黑暗环境的方法 来除绿藻丝藻 例如一两周不开灯 当然 这样有可能带来赫藻 五、生物除藻 利用一些具有食藻能力的鱼虾螺棒 来控制钢里藻类 其中一些比较好用的生物主要有 黑壳虾及同类观赏米虾 例如吉火虾 樱花虾 蓝丝绒 香吉士等 除蚀藻 绿藻 绿斑藻 效果非常好 钢里搭配一些黑壳虾或同类观赏米虾 很容易维持钢里清洁 很多螺也都有同类除藻效果 但东归先生说实话 螺除藻不如黑壳虾 至少是不如黑壳虾那么细致 螺除藻轨迹是一条线 虾是面 黑壳虾除藻更好看 螺东归先生推荐苹果螺 一些吸盘鱼也具有除荷藻绿藻功能 但基本都是高氧鱼 热带鱼 并不适合火山石古法生态钢 除悬浮藻 绿水 则可以利用核显合棒等绿石性动物 不过 核棒请慎用 危害大 最后东归先生再来说说丝藻 这类藻说实话 是有不少动物会吃 但效果多数都不太行或不适合用 比如花腰虾 旁皮鱼 条纹小疤等 确实是可以吃丝藻的 但一旦规律投喂鱼时候 基本就不吃了 小龙虾 黄金螺等吃丝藻效果确实挺好 但都是水草收割机 吃水草效果也好 综合来看 生物除丝藻多数都不靠谱 直接定期下手扯 是最高效的方法 不过东归先生后面会计划做几个钢 专门试验一下生物除丝藻 对于冬季鱼钢暴藻 就是这么个情况 水草因低温生长停滞 无法吸收水中污染物 藻就只能临时充当水草的角色 吸收钢里污染物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除了难看 其实没什么危害 相反 盲目除草 害处却很大 等到春天温度慢慢回升 水草重新旺盛生长以后 暴藻问题就会得到缓解 要想除草 首先要想办法控制钢里污染物 比如控制喂食 及时清理残渣粪便 或者经常换水等 钢里搭配一些工具与虾螺 能达到很好的控枣效果 当然丝状枣除外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